今天我们来开另外一款 马丁华莱士老师的新作品 Anon 1800 这是一个电子游戏改编的桌游 据说马老师说 他压根就没有玩过这个电子游戏 但就是很自信的做了 我们就来赶紧拍开看 看看这个马老师的金字招牌 到底能不能够延续下去 里面呢 有很多这个板子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拼拼图 我们先看一看正面吧 它的背面是长这样子 这有一些不同颜色的方块木件 收纳带若干 两桌牌 一个稍微大隐的版图 待会拉近看 然后四个像小抄纸一样的处置在吧 应该是 这个小抄纸也太软了吧 基本上就是纸啊 这四张 然后说明书一本 我们来打开看看 好 然后摁板 下面这些全是摁 我们来摁摁看 这个摁板的质量感觉一般 切的也不是特别好 也没有特别厚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些摁板就全部摁完了 就像产业牌一样的板件 然后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背面也是不一样的标记 待会我们可以按它这个分分类 然后收纳一下 这边的话还有一个最后的这个版图 应该是这两个可以拼到一块去 就变成了这个游戏的主版图 就是这个样子 有不同的位置放卡牌 所以我们看起来它的配件还是挺简单的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用这个小袋子给收纳完了 然后刚刚是几个这种小板件 我们拿起来看 以及刚刚一开始看过的这些版图牌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背面嘛 正面是长这样子的 可能能拼成不一样的版图吧 然后这边还有这种大一点的版图 可能是玩家自己的版图 有四个 每一个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木件呢 把这些方块 红蓝绿紫四种颜色 以及我刚刚说的这种史上最薄的 小抄纸 也就是跟平时打印的纸一样薄 说白了就是连殖民火星的厚度都不如 最后来看它这两个牌吧 按卡贝分一下 这是一种 两种 三种 这感觉又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把它一起开了分一分 四种 五种 一落一落看 我们先看这个像是卷轴一样的这一类牌 可能是不同的这种 这种任务牌 然后再看这个 航海的六分银标记的牌 也像是某种任务牌 但是好像是给奖励的那种 可能给你不同资源的奖励 那么三种任务牌 一个就是这个什么 像是五块钱这种人物 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分类 就是不同的人物 可能给你不同的这种奖励吧 像是原住民 红 紫 蓝 三种分类的这种人 最后一落绿色跟蓝色的人物牌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的所有牌也看完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Anno 1800 我们就开完了 当时GenCon我们本来想去试玩的呀 但是当时这个游戏也是比较火 没有抢到试玩的票 那么我们也是会第一时间去开 我们长海门见 拜拜